梵蒂岡电台讯 教宗方几个新系叙利亚人民 10月12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 又再次为叙利亚呼吁和平 教宗说 我要强调并重申 我与叙利亚在非人冲突中的所有受害者同在 我再次紧迫呼吁 全力恳请有关负责人 立即实施停火 并且要强制落实 停火时间至少必须足以让平民百姓 尤其是儿童撤离 他们仍陷入残酷的轰炸之中 叙利亚近日再次出现袭击事件 俄罗斯和政府军空袭反叛分子控制的阿勒坡东部地区 在最近的攻击中 至少有25人丧生 可遗免的东西 并且把它摆取来 调度很多需要更多的 故事件 监製 所有功统 正在表情断 温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